贼党 这个土匪的头是被捉到了 但是下面还有鱼党 所以朝廷又委派 布真斯谢都斯 这个布真斯相当于现在这个省长 谢都斯是布真斯下面的一个机构 派这个谢都斯 搜查东路的贼党 就是平定的 还有些小股的 谢求贼党中 贼中 党负策击 这个谢都斯很难得 先想方法 把这个贼党的名册找到 反而不负贼的 贼党里头这个名册上没有的 没有名字的 密兽已博步消起 越兵之日插起门手 借军兵无妄杀 全和万人 这是统兵的将领 他懂得及得 不冤枉人 不滥杀人 所以他用心去搜集 这个贼党的名册 不是真正负属于贼党的 不可以冤枉人 所以官兵进城的时候 来搜查 他叫这些没有 跟这个贼党没有关系的这些人 他给他一个小的白旗 让这个官兵进城 你把这个旗子插在门口 禁止官兵骚扰 所以这样子 全和万人 这是他所极下的功德 在中国历史上 自古以来 做将军 大将军的人 能够保全后裔的恨上 什么原因呢 杀伤太多 所以后代都不好